婚前跟男友亲戚朋友说过不准婚闹 都答应了 结果当天 我整个人被喷得五颜六色 装造型全毁了 男友劝我大度 他的女发小孩很委屈 没想到嫂子会介意 既然嫂子不高兴 那我们走就是了 我摇摇头 上前一步 一巴掌扇到男友脸上 女发小不用走 我走 评论区打出事事顺遂 今年会事事顺遂 借得祖愿 和男朋友的婚礼定在了10月1号 但最后没结成 婚车到了酒店门口 男朋友抱我下车 没走两步 他那位青梅竹马的女发小陈生 就带着一帮人 开始往我头上喷飞雪彩带 陈生他们来得特别突然 一个愣神 我就直接遭了殃 人还没进酒店 我头上 脸上 婚纱上 就已经被喷满了五颜六色的彩带飞雪 我当时就怒了 一边抬手去打 一边质问道 姜以琛 不是跟你说过不准婚到的吗 他们怎么回事 结婚前我无意间 看到了姜以琛那群哥们的聊天记录 由陈生带头 免许任何人会闹 不能闹我 更不能闹我的伴侬 他那群哥们要是敢闹 就别怪我不给他们面子 姜以琛答应得好好的 也确实在群里打了招呼 但我没想到 陈生他们最后还是带着他们的飞雪彩带来了 姜以琛似乎觉得我是小题大作 结婚嘛 不要热热闹闹的才好 他们来闹 说你跟我关系好 你就大度一点 忍一忍吧 我整个人都愣住了 姜以琛 你什么意思 姜以琛似乎是看出来我在生气 她敷衍道 反正现在闹都闹了 就由着他们去吧 回头我在帮你骂他们怎么样 就这么几句话的时间 陈生他们已经喷完了一整香的飞雪彩带 我凌晨四五点就起来化妆 结果婚礼还没办完 化妆师精心化好的妆容 我选了很久的婚纱 就都直接毁了 一辈子这一次的事情 被人搞成这样 到了姜以琛嘴里 就仿佛什么 只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一样 轻揉淡写的就能接过去了 放我下来 我冷冷的到 姜以琛愣了愣 按照习俗 你现在脚不能粘地 别跟我说习俗 我说放我下来 我加重了语气 姜以琛的脸色 顿时也有些不太好看 她把我放了下来 抬手去 清理我头上的彩带 又不是什么男清理的东西 你有必要这么生气吗 我本来就已经很气了 听到姜以琛这话 简直都快要去炸了 但更让我生气的还在后面 因为我发现 陈生他们搞的这些彩带 并不是常见的一清理那种 姜以琛不过是碰了两下 手上就已经沾满了 五颜六色的红紧 我低头看了眼我的婚纱 果不其然 上面全是五颜六色的屋子 而陈生这个始作俑者 这回却跟个没事的人一样 透了上来 她娇笑着说 林哥 你跟嫂子怎么停下来了 视频还拍着呢 姜以琛看着看我 压低声音道 凤婉 有什么事 咱们先进去再说吧 陈生他们也只是想让 咱们的婚礼热闹一点 没什么坏心思 你不要这么小气情吗 听到姜以琛这话 我压抑了许久的怒气 顿时就爆发了 没什么坏心思 我冷笑了一声 姜以琛 你要不要再看看 我现在的样子吗 这还叫没什么坏心思 现在受委屈的人是我 结果到你嘴里 还变成我小气了 我是不是要笑着 欢迎他们来我的婚礼上闹事 才叫大度啊 我气的手都有些哆嗦了 姜以琛领了敏唇 说宋婉 今天是咱们的大喜日子 你别这么扫心情吗 闹都闹了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没等我开口 陈生就一脸委屈的说 林哥 对不起 我没想到 嫂子和介意都是我的错 你别的嫂子生气 既然嫂子不高兴了 那我和豆子 他们走就走了 不能因为我们 搞得嫂子心里不痛快 陈生说着眼碰就红了 姜以琛那几个哥们 也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走什么走 姜以琛同样也是一副 很不高兴的样子 你们都是我的发小 谁都没权力让你们走 姜以琛这话 明显是说给我听的 她觉得我让她 在她的哥们面前丢了面子 我爸妈这会儿也走了上了 看到我现在的样子 我爸妈的脸色 顿时变得铁肌 我妈走上来 小心地替我清理头上的那些垃圾 晚晚这怎么回事 我冲她摇了摇头 然后上前一步 一巴掌扇到姜以琛脸上 你的发小不用走 我走 我跟姜以琛是相亲认识的 相互了解了一阵 对彼此的条件都挺满意 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我本来没打算这么早结婚 但她爸妈推得急 据说是她那边有个传统 必须得是哥哥结婚了 妹妹才能结婚 姜以琛的妹妹和妹夫 都谈了三点了 着急想结婚 我爸妈觉得姜以琛还不错 人长得周正 周路可观 脾气又好 自己同意了 或许是因为是相亲认识的人故 两家都没有因为结婚的事情 到过蒙顿 台里陪嫁什么的 都是敞开了去谈的 一切都很顺利 任谁都没想到 最后闹出幺蛾子的 可是姜以琛的那条捉摩 陈生和姜以琛算是 青梅竹马的发小 听姜以琛说 两人从幼儿人开始 一直到高中都是平凡 陈生嘴甜 平时一口一个林哥 姜以琛也是真心 把陈生当妹妹看的 只不过我觉得 两人的相处 偶尔会有些过于亲密 在我明确表示过不高兴之后 姜以琛倒是收敛了 有陈生盖个局 姜以琛都很少去 后来陈生谈了个男朋友 这事才算接过去 不然我也不可能答应 姜以琛的请婚 但在我跟姜以琛结婚前两天 陈生大半夜 给姜以琛打电话 说是跟男朋友分手了 陈生在电话里哭得不行 姜以琛放心不下 大晚上敢去安慰 因为这事 我跟姜以琛还吵了一架 我觉得陈生一点分寸都没用 姜以琛却觉得 我是在故意找事 她说 陈生是我的朋友 她的男朋友分手了 我怕她有事 去安慰一下怎么了 我跟陈生都认识这么多年了 我要是真想跟她有点什么 还能轮到你啊 这话被她妈听个正着 我这位准婆婆当场就给了 姜以琛一个耳光 把她冲骂了一顿 逼着姜以琛给我道歉 姜以琛那些话 本来让我非常不舒服 产生了想要暂缓结婚的念头 但架不住准婆婆人实在太好了 现在婆媳矛盾那么厉害 遇到更明示里的可太不容易了 尤其是在面对姜以琛 这个女发小的时候 准婆婆更是非常坚定的维护我 但那时候我并不知道 这一切其实都是有原因的 我那一耳光 让周围看热闹的人都傻眼了 尤其是当事人姜以琛 她捂着自己的脸 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过了有好几秒 她才反应过来 然后怒道 宋婉你什么意思 你要是不想 姜以琛 刚从酒店里走出来的姜母 突然立声叫住 姜以琛 你闭嘴 你自己看看婉婉现在的样子 她生气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姜母又走过来 一脸心疼地看着我 她说婉婉 对不起 我没想到今天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给你道歉 咱们先进去 把你身上的东西清理一下 等婚礼办完 阿姨再帮你骂她行吗 我摇摇头 说阿姨 这婚没法结了 我事先就和姜以琛打个招呼 不允许她的朋友来玩什么婚闹 但结果你也看见了 我指了指自己 我知道我现在的样子一定很难看 但我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姜母用恶狠狠的眼神瞪了陈生一眼 后者却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往姜以琛身后躲了躲 更有意思的是姜以琛 她几乎没有犹豫 就挡在了陈生前面 姜母的脸色当即变得铁青 她像是在强忍怒火 姜以琛 你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吗 姜以琛紧拧着唇 并没有说话 我冷笑了一声 说姜以琛 今天的婚礼取消 你既然这个喜欢柔虎陈生 那不如换她来当日的新养好了 我转身看向我妈 说爸 妈 不好意思 给您和我爸丢人了 但今天这回我确实没底细 所以让她人要紧对 晚晚 我妈叫了一声我的名字 你先去休息室 把身上的东西清理一下 我待会给你送套干净的衣服上去 我妈说完 又扭头看向我爸 说你去和咱家亲戚说一声 今天这婚不结了 练习照样吃 分子前晚点挨着给他们退回去 听到我妈的话 我的眼泪差点没封住 她又一脸嫌弃的看了眼镜以琛 说就这点小钱 咱家还是出得起的 就当是请亲戚们聚餐了 听到我妈的话 姜母估计也知道是以琛定吉 她没有再劝我 而是直接走向陈生 在所有人诧异的目光中 姜母抬起手 就直接给了陈生一耳光 姜母这一巴掌打得很用力 直接把所有人都给打愣了 陈生的脸颊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肿了起来 她捂着脸 神色委屈 眼中却又带了点恨意 陈生那几个哥们当场就不乐意了 哥们 哎 阿姨 您这样就过分了呀 哥们 毕 就是 我们跟姜以琛关系好 闹闹怎么了 用得着生这么大气吗 哥们 say 我看要怪就怪姜以琛这对象 要不是她冒脾气 事情也不会 那哥们的话还没说完 姜以琛就把陈生护在身后 她用充满仇奋的眼神 看着自己的母亲 说 妈 您是不是要逼死我 我跟我妈互相对视力眼 姜以琛的反应太奇怪了 我想不通的是 她竟然这么在意陈生 再干嘛不直接和她结婚 反而是要出来相亲 姜母极力强忍着怒意 姜以琛 到底是谁想逼死谁 陈生这时候伸手拉了拉姜以琛 低声道 姜以琛 算了 别让人看笑话 人都喜欢看热闹 尤其是因为婚闹搞个婚都结不成了这种热闹 这会儿周围好多人都在拿着手机开始评 我感觉我已经有点破罐子破摔的那种心态了 对于自己现在的丑派 我连党都懒得党 爱拍拍 反正就算真有人喊到网上去 挨骂的也不会是我 不知道是不是陈生的话起了作用 原本还满脸怒气的将你撑 居然很快就平静下来 我来消失了好一会儿的伴娘团 这回也回来了 他们手里拎着两个袋子 婉婉 走 咱们换衣服去 我有些惊讶的往袋子里看了一眼 里面装在的是衣服 你们这是 我姐妹对着我眨眨眼 说 听到你说这婚子别了 所以我们就先去最近帮你买了身衣服回来 我的婚纱弄得非常脏 那彩带里就跟穿得油漠似的 一碰一个脏镜子 肯定是不能直接穿得去坐车的 我妈拉着我姐妹的手一阵感谢 然后就催促我们赶紧去换衣服 但这时陈生却朝我走了过来 她说 宋婉 我们谈谈 我还没说啥 给我做伴娘的姐妹就先不能忍了 他们挡在我前面 骂道 哇 你这脸皮怕是比顾风的围墙都要厚了吧 你这脸有点不被衬啊 要不我给你另一边也来上一把掌 陈生没有理会他们的话 他直勾勾地看着我 说 宋婉 我跟林哥的关系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也曾没想过要跟你争什么 陈生说到这里 表情变得有些委屈 我下意识朝将你穿看去 他竟然一脸心疼 这让我感觉很奇怪 陈生又说 朋友结婚 大家都只是想一块高情高兴 没有别的意思 我没想破坏你们的婚礼 陈生顿了顿 看了我一眼 才继续说 所以宋婉 你们不能不要和林哥生气了 我差点要气笑了 你们要高兴 所以就这么对我 我指着自己问 我凌晨就起来做保养 化妆做造型 婚礼都还没办呢 你们三两下可不可以毁成这样 结果到你嘴里 竟然只是大家都想一块高兴高兴 陈生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 送完 将一称高声叫我的名字 你这话过分了 我冷笑一下 这就过分了 更过分的还在后面呢 我说完 直接抬起手 在陈生的另一边脸上留下了一个发展印 你该不会以为你把我搞成这样 我骂你一句就完了吧 我扯了扯身上的婚纱 看见这婚纱梅 专门定做的 价格不贵 也就几万块钱而已 我抬头看了眼江一称的那几个哥们 今天往我身上喷了东西的人 一个都跑不了 全都得赔 听到我这么说 江一称那几个哥们顿时就不乐意了 纷纷在那里慢慢咧咧的说我玩不起 我完全不在意 反正跟拍已经把全过程都拍下来了 回头就算起诉到法院 我也要让他们赔这笔钱的 可能是我的话让江一称觉得丢了面子 他怒气冲冲的道 好 送完 要取消婚礼是吧 可以 台里见面里多还给我 还有我们家的损失 我就要问我的姐妹要手机 我妈就说 该还的当然要还 回头我们两家把清单列出来 一一清算 江一称没再说话 因为她又挨了江母的一大瓜子 我妈是个行动派 当天回到家里 就抱着电脑和各种发票收据开始列清单 我则是把我定做婚纱的付款记录找了出来 然后把婚礼上参与婚闹的几个人拉个群 这些人都是之前江一称过生日的时候 他们主动家的我正好都省事了 我把付款记录和各种证据发到群里 怕他们扯皮 我还贴心的帮他们把每人要赔偿的金额都算好了 婚礼上拍摄的视频我已经要过来保存好了 还多了多个备份 以防万一 结果也跟我预想的那样 没有一个人肯赔钱 在我说完我的诉求后 这群傻逼玩意儿就都一一退群了 包括陈生 但没关系 今天帮我做伴娘的其中一个姐妹就是律师 我把手里的证据给她发了一份 然后给她打了电话 我的诉求很简单 让他们赔偿我的损失 姐妹却笑了下 说光赔婚纱的钱哪够 化妆师跟装的钱还有金额粉饰费什么的 我也帮你公许争取 我沉默了几秒 真不愧是当律师的 我自愧不如 我竟然只想着让他们赔婚纱钱 姐妹笑道 那可不 我说他们用的飞雪彩带啥的 好像是特制的 存在婚纱上的东西我试了下 洗不掉 姐妹愣了一下 说如果是特制的 那这就是有预谋的呀 可惜他们用过的空瓶没捡两个回来 我捡了 我笑道 我说话我一句 我明天抽个空去找你取证据 谢了 我顿觉神清气爽 姜以撑那几个哥们 这回要么赔钱 要么成老奈 光是想想 就觉得解气 清算这天 我们两家约在了一个咖啡厅 姜家那边本来想约在饭店的 我妈问他们 到时候这顿饭是你们请还是AA啊 然后就选了个咖啡厅 姜家那边来的就只有姜夫和姜母 姜以撑并没有出现 我妈把它整理的清单打印了出来 挨着一项一项的和姜母算 其实需要退还的东西也不多 台里八万八 限链里一万零一 然后就是当初姜以撑去我家时代的礼品 折算下来大概两三千的样子 我第一次去姜家 带的东西价值和姜以撑去我家时代的差不多 就相互抵消了 然后姜以撑来我家 我爸给包了个八千八的红包 三斤一钻 这些都是姜家那边买好了给过来的 我也人风不动的带来了 谈恋期间 出去吃饭看电影啥的 我跟姜以撑现在没有AA 但我也会回提 这部分的开销我妈并没有算进去 姜以撑要是能舔了脸皮这个 那我就能当场给她拉掌单 至于陪假 银行卡当时是我妈报的保管 准备等婚礼结束了拿给我 但这婚礼结成就直接带回来了 还有车子啥的 都是当天就直接带回来了 你们要是确认过没问题 那我就给你们转钱了 我妈说姜母放下手里的清单 犹豫到这份清单倒是没什么问题 不过有事就说不要吞吞吐吐吐 我妈没好气的道 姜母道 婚庆这些都是我们家这边出的钱 但毁婚的是你们 所以这婚庆的钱 理应是你们家那边出 不过这事我们家姜以撑 也确实有她做的不对的地方 所以从一家出一半 我妈冷笑了一声 说我婚礼为啥要取消婚礼 你们心里没点数啊 要不是你们家姜以撑放任 她那些什么发小哥们儿来闹事 这婚礼能取消吗 我妈不慌不忙的 点开手机银行的APP 那叫陈生 还是什么的那小姑娘 还发小呢 干的都是些什么事 我妈说话的时候 我一直在看姜母 然后我就发现 姜母一开始 好像是要反驳我妈了 但不知道怎么的 听到我妈提起陈生之后 姜母的脸色明显变得十分厌恶 这让我感觉很奇怪 陈生长得并不愁 平时说话都温温柔柔的 工作体面 家庭条件之说也还不错 不管是作为姜以撑的发小 还是欣赏人 我觉得姜母都没理由 会讨厌她才是 我怀疑这其中 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理由 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 我准备找人去打听打听 我晚上下班回来 就远远看到了姜以撑的车 停在了我家底居门口 等走近了一些 才看到姜以撑和陈生 正坐在车上 宋婉 我刚要进小区 姜以撑就突然叫住我 我回头一看 就见姜以撑打开车门下来 往日在我面前 一直温温柔柔的 姜以撑此时 却变得凶神恶煞 她咬牙切齿的道 宋婉 你竟然起诉我朋友 对呀 我点认头 之前把他们拉去里了 账单发了过去 但没人愿意赔钱 那就只能走法律程序了 宋婉 你有必要把事情 做得那么绝吗 姜以撑看起来 特别生气的样子 你就是件婚纱吗 婚庆的钱是我们家出的 就当是相互抵消了行吗 是的 婚庆的钱 我妈最后还是没给 只把彩礼啥的 都给退了回去 不行 我一口拒绝 要我撤诉也简单 让他们把钱赔给我 我保证马上就撤诉 姜以撑说 你就是件婚纱吗 反正这婚礼都取消了 你有必要这样吗 我顿时就笑了 你这话可真有意思 被他们毁掉的婚纱 可是我朋友专门帮我订做的 好几万呢 是我让他们手见的吗 这婚纱是我在 投行工作的唐姐送的 我一开始本来准备 某宝陶一件就算了 反正就只穿一次 但我唐姐说 一辈子就结这次婚 不要给我整个好的 但她工作忙 所以就给我介绍的牌子 我去下单 然后她事后给我报销的 不然婚礼取消当晚 我也没那么快 拿出这款截图出来 姜以撑 陈生从车里走出来 她拉拉姜以撑的袖子 低声说 要不还是算了吧 几千块钱 我赔给送晚就是了 但姜以撑看起来并不甘心 她跟陈生虽然都不缺这几千块钱 但一个玩笑就付出几千块钱的代价 这对他们而言 肯定还是会肉痛的 可以啊 我拿出手机 问道 微信还是支付宝 陈生你们抿纯 说微信吧 行 我点开微信收款码 等着她付钱 但姜以撑却先一步掏出手机 说我来吧 我以为她是帮她那些兄弟一块赔了 但没想到她只给我转了陈生的那份 不连你兄弟们的那份一块赔吗 我问她 将你撑黑这张脸 孙婉 你不要太过分了 那婚纱你都穿过了 凭什么还要按照原价赔偿 我顿时无语 不想继续和这傻叉玩意儿掰扯 这种话你让你的那些哥们 留着去法庭上和法官说吧 说完 我就直接转身快不进了小区 不过这俩人的出现 让我更加好奇陈生和姜姆之间 到底是怎么回事 回到家后 我跟律师朋友说了 说到陈生的赔偿的事情 至于另外几个 依旧在咬死不肯赔 还对我发了不少辱骂的信息 我压根不在乎 直接就截图丢给了我的律师朋友 经过我的多方打听 总算是找到了江以琛的一个表哥 据说这俩人关系不太融洽 我跟江以琛结婚那天 江以琛这个表哥都没来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在我跟江以琛表哥卖了几个惨之后 才总算把人离约了出来 江先生 我今天把你约出来没别的意思 就想打听打听 江以琛他们家和陈生之间的事情 我直接开门见山的 说出了自己的来意 江以琛表哥听到我的话之后 看起来好像有些为难 于是我又说 我跟江以琛结婚那天 陈生他带着人来玩婚闹 把我们婚礼都给搞砸了 但江以琛却一直维护陈生 所以我很好奇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 才让江以琛对他这个发想这么维护 江以琛表哥端起咖啡喝了一口 喊了口气 说 其实你跟江以琛就喝没结成也挺好的 你这么年轻又漂亮 不愁找不到比江以琛更好的 我感觉江以琛表哥话里有话 而且他也没否认自己认识陈生 于是我故意摆出可怜兮兮的表情 说 我就想死个明白 江以琛表哥沉默了好一会儿 才缓缓开口 其实 江以琛跟陈生不是发小 不是发小 我顿时愣住 那是什么 我之前看到过陈生在朋友圈里 晒过他小时候跟江以琛的合照 这要不是发小 那合照怎么来的 总不能是PS的吧 江以琛表哥点点头 说陈生是江以琛的表妹 什么 我感觉我眼睛都快瞪出来了 表妹 江以琛表哥说 嗯 陈生的生父其实是江以琛的介绍 在陈生很小的时候 他妈就带着他改嫁了 我隐隐约约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味道 江以琛的母亲不喜欢陈生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好奇地问 不是 江以琛表哥摇了摇头 说江以琛跟陈生 从幼儿人开始 一直都是同班同学 他抿了敏臀 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讨讽 青春期的少年少女 最容易擦出火花 所以高中的时候 这俩人早恋了 我 我整个人都是懵的 可 他俩不是表兄妹吗 我不敢置信地问道 江以琛表哥冷笑一声 是啊 可他们在学校里天天形影不离 一来二去的 就产生些别的想法 但好在这事是在家里被发现的 所以当时两家人 就抢脱他们坤海 还带他们去看了心理医生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过去 和江以琛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难怪他会那么重视陈生 心里说不出的恶心 简直想吐 江以琛表哥说 后来江以琛他们家才会搬来这间 但谁能想到 这俩人上了大学之后 还偷偷有联系 这么说来 他们其实一直都有联系 我又问 江以琛表哥点了点头 差不多吧 除了一开始有两年家里 把江以琛手机收了断掉联系外 后面听说一直都有来往 我捂住嘴 强忍着心里的恶心 江以琛的父母都知道是吗 难怪江母会对我那么好 原来竟是因为这么个龌龊的原因 江以琛表哥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说你觉得呢 他顿了顿 当时江以琛会和你相亲 是因为他妈以死相逼 包括结婚也是 不过有句话说的好 有福之人不进无福之门 凤条给一看就会有福气 我没吭声 心里实在太恶心了 我又想过陈生可能会是江以琛的前女友什么 但没想到 我只猜对了一半 前女友是真的 只不过这两人之间还多了层别的关系 难怪江母会这么讨厌陈生 难怪那天他当众给了陈生一耳光 可陈生却并没有因为这个耳光 和江母产生冲突 原来这一切 竟然是因为这样一个荒唐的原因 可笑的是 我当时还觉得 遇到个民事里的婆婆不容易 还想好好珍惜 甚至因此答应了早点结婚 没想到到头来 小丑竟是我自己 江以琛和陈生这事 让我恶心了好几天 本来以为事情就这样了 没想到这天晚上 介绍人又拎着东西来我家了 介绍我跟江以琛认识的是 我爸这边的一个远房亲戚 就说我得叫他姑婆 但他跟我们家其实是没有去人上的关系 姑婆来的时候 只有我跟我妈敢 他另来的东西是一兜子印记水果 还是最便宜那种 姑婆将水果放到茶几上 跟我妈寒暄了几句 就突然把话题转向我 他笑容满面的问 晚晚这么多天过去了 你这气消了没有 我妈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不见 但碍于对方跟我家是亲戚 我妈并没有开口骂人 我放下手里的遥控器 告诉姑婆 你今天来我家 不会是来邦江家那边当说客的吧 姑婆脸上的笑容更胜 晚晚不是姑婆说你 现在结婚 有几家的亲朋好友不闹一闹的 你呀 就是脾气太大了 我妈当即眉头紧皱 不等她发火 我就先朝她使了个眼神 示意她先别说话 姑婆说 你看江以琛她妈妈脾气多好呀 对你也好 主动帮你买了两万多的金手镯 又买了大钻戒 最重要的是 你跟江以琛有了矛盾 她还是站在你这边的 像这样的婆婆 现在真的打着灯笼都难找了 我没说话 想看看她还能说出什么屁话 姑婆见我跟我妈都没反应 不知道是不是以为我听进去了 她断时更加起劲 其实江家那边答应婚礼取消 不是真的想让你和江以琛的事情 就这么结束 他们是想等你弃消了 再重新办次婚礼 不过你放心 像上次那种事情 这次肯定不会再发生了 而且江家那边还说了 这次彩礼给你加到十五万 就给你拿着 都带回去 我姑婆说得很激动 就跟我占了多大便宜似的 我妈也朝我看来 像是在看我的反应 关于江以琛和陈生那点破事 我还没跟他们说 见我一直没说话 姑婆催促道 婉婉你是怎么想的 给姑婆表不态 我也好给江家那边一个答复 我笑了笑 然后问道 姑婆是我跟你有仇 还是我们家跟你有仇 你非得给我介绍这个玩意儿 我的话一出口 就给我那姑婆愣住了 就连我妈也有点懵的样子 我这人脾气还算好 通常就算有极品亲戚 都不会当面对人 姑婆顿时就不乐意了 她说 我说宋婉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好心给你介绍个家庭 各方面都不错的对象 你怎么很阴阳怪气起来了 你确定是各方面都不错吗 我反问她 我这姑婆跟江以琛的母亲 是据说也有点瞻亲戴故的 她这么热心的 为了江以琛的事情跟走 这让我不得不怀疑 她其实是知道点内幕的 即便不知道 那她肯定也是在中间拿了好处的 这个姑婆平时小气的不行 从来不干那种 对自己没好处的事情的 我那姑婆心虚的垂下眼 不敢和我对视 她怨了一眼口水 道 那可不 你看江以琛他妈妈弄名事理 他们家房子车子都有 江以琛长力不错 你还想找什么样的 江以琛他妈为什么名事理 姑婆你不会不知道吧 我冷笑着问她 姑婆愣了一下 说说明人家脾气好呗 做完真的不是我说你 你就是被你爸妈宠坏了 身在福中不知福 这福气给你要不要 我真的被我这姑婆的嘴脸给气坏了 我妈原盲道说 酷水难说的道理都懂吧 这婚礼既然取消了 就没有再办一顾的道理 况且我们家婉婉年纪也还小 我们准备多留她两年 结婚的事情不急 姑婆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半 说就是得趁年轻赶紧结婚 不然以后成老姑娘了 就不好找一项了 尤其是像江以琛这种各方面条件都很好的 要是错过了 以后上哪找去 我一脸嫌弃的道 你哥这儿糊弄谁呢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知道江以琛跟她那个表妹的事啊 姑婆这回是真的愣住了 好一会儿 她才问什么表妹 我妈也在用眼神询问我 我看姑婆的样子不像是作家 于是变道 就婚礼上带着人来闹耐沉声 她是江以琛的表妹 这俩人高中时候就在谈恋爱了 你不知道吗 我那姑婆的脸顿时清一阵白一阵的 不敢置信的说 这不可能吧 我冷笑道 是不是真的 你去问问不就知道了 姑婆顿时急了 这事我是真不知情 江以琛她妈妈给了我一个介绍费 让我帮江以琛介绍对象 我看你俩挺合适的 就答应了 但我是真的不知道江以琛和那什么 陈生居然有这种关系啊 我这姑婆平时喜欢给人介绍对象 要是成了 她再从中收取介绍费 据说也确实促成了不少对 不然当初我家里也不会答应 让她帮忙介绍对象 我把江以琛这事抖出来后 我那姑婆也没脸再继续待在我家了 我妈拉着我就问这事的真假 我说 这事我是从她的一个宝哥那里打听到的 而且江以琛她妈对陈生的态度 其实已经很明显了 我妈也被恶心的不行 本来我还以为江以琛这小伙子不错 谁知道竟然是这么个玩意儿 知人知面不知心 这种落戳事 谁能想得到呢 我只能说感谢陈生来闹 不然我怕是要婚后 才会发现他们之间的事情 我妈一阵后怕 给窥视着婚怒结成 不然就把你往火坑里推了 我眨了眨眼 笑道 那你以后还催我结婚过 我妈连忙摆手 不催了不催了 有了江以琛这档子事 还催啥呀 我跟你爸又不是养不起你 江以琛她妈突然又让介绍人来劝我 这让我不得不怀疑 江以琛跟陈生是不是又总不出什么事了 那天清算的时候 两家人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现在她妈又想家彩礼劝和 我怀疑肯定有问题 然后我就给江以琛那表哥打电话 她那表哥跟他们家确实有所矛盾 不然上次我估计也是问不出来的 但是这人又怕留下证据 在微信里从来都不会轻易说什么 我直接问道 江先生 不好意思啊 我跟你打听个事 对江以琛跟陈生是不是又符合了 江以琛她表哥愣了几秒 然后说江以琛昨天从家里搬出去了 坐了个房子 跟陈生成了邻居 顿了顿 她又问 宋小姐是怎么知道的 你们不是都已经分手了吗 我笑了笑 说江以琛她妈找介绍人来劝我跟江以琛辑合 这回江以琛她表哥沉默的时间更长了 他叹了口气 说听说昨晚江家那边跑得挺厉害 江以琛差点把他妈给气得撬楼了 江先生的消息还挺明空的 这种事情 江家就算再怎么吵 都会注意遮掩的吧 江以琛她表哥笑了一下 说昨天是江以琛她爸爸生日 我老婆带着孩子去了他们家 江以琛把陈生给带过去了 他妈把陈生羞辱了一顿 江以琛受不得陈生挨骂 所以一气之下就搬了出去 厉害 我打心里佩服 都二十好几的人了 竟然还这么傻逼 只能说人一旦遇到感情 就可能会变智障 但拖他俩个服 我爸在听到这事后 跟我妈达成了一致的一点 以后都不催我结婚了 我爸甚至还想去江家 找他们要的说法 但被我妈拦了下来 不过介绍我跟江以琛认识的孤途 倒是挨落我爸了一顿鼠 然后就给我爸妈给拉黑了 这事之后没两天 我去医院看望住院的朋友 还没走到朋友的病房 就突然听见了江以琛她妈的声音 给我滚出去 那间病房虚掩着 我从门缝里看到了江以琛一家三口 还有陈生 不过江以琛的爸妈都在病床上躺着 江以琛和陈生则是站在一旁 江以琛正试图去拉江母的手 妈 你别生气 小生他没别的意思 就是听说你跟我爸住院了 特意来看看你们 江母气得不行 我跟你爸就是被你俩给气病的 你还带他来看我们 我看你是巴不得我跟你爸早点死 好家伙 我直呼好家伙 此刻我非常赞同江母的观点 江以琛可能真的是想让他爸妈早点死 他爸妈就是被他俩给气的 这傻逼竟然还敢把人带去看他们 陈生贴着嘴 更可怜兮兮的一气说道 阿姨 您别跟林哥生气了 是我的错 我也是太担心你们了 所以才让林哥带我来看你们 既然您不想看到我 那我走就是了 千万别和林哥生气 免得气坏了自己的身体 江以琛他爸冷冷的说 你俩都跟我滚出去 我就当没你这个儿子 等我给你妈死了之后 家里的财产都会捐出去 一分甜也别想得到 江以琛不服气的道 爸 您真的是我亲爸吗 就算我跟小生在一起了 那又怎么样 大不了以后林养的孩子就是了 您至于为了这么点事情 就要跟我断绝关系吗 病房里陷入短暂的沉默 然后江副抄起手边的东西 就直接砸向江以琛 给我滚出去 江以琛还想再多说什么 陈生却伸手拉住了他 林哥 现在叔叔阿姨还在气头上 咱们先走吧 等他们气消了再来 见他俩往外走 我下意识往前走去 我今天心情好 不想让这俩傻依赖破坏我的好心情 但他俩走出来之后 我听到陈生卧说 林哥 你放心吧 你是叔叔阿姨唯一的儿子 他们的财产不留给你留给谁 叔叔刚才说的肯定都是气话 回头你好好道歉 他们就会原谅你了 以前不都是这样的吗 我回头看了一眼 就看到江以琛点了点头 他说 但他们真的太过分了 之前我妈已死相逼 要我和宋婉结婚 现在又威胁我 不让我和你往来 两人见形见远 声音也越来越小 我想了想 给我那姑婆的儿媳妇 发了个微信 打听江家这两天 发生了啥事 对方很快就给我发了一段话 前两天 我妈去江以琛家大闹了一顿 把江以琛跟陈生的关系 给统了出来 现在他们那小区里的人 还有江家那边的亲戚 都知道他俩的事了 看到这条微信的时候 我差点没笑出声 活该 晚上我的律师朋友 又给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江以琛那几个哥们 最后还是耸了 没敢真的上法庭 他们不仅要赔我婚纱的钱 还有化妆师跟装的钱也得赔 不过其他精神 损失费啥的则就没有 但我不在乎 能把婚纱钱拿出来就可以了 化妆师的钱 已经是意外之喜了 江家那事闹了好一阵 最后搞得 我们家这边的亲戚都知道 一个个的都跟我爸妈表示 幸亏我跟江以琛的婚没结成 然后就开始改进八卦 我妈嘴上 虽然说人家的事情不好议论 但实际情动却很诚实 绘声绘色的讲解了 江以琛和陈生的事 说的就跟他亲眼所见识的 江属江母出院之后 竟然还真的和江以琛断绝了关系 听说已经在准备去过儿院领养孩子了 江以琛和陈生受不了闲音岁语 双双都辞了工作 搬去了别的城市 有好事的人偷偷告诉我 江以琛和陈生搬去别的城市后 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甜蜜 经常吵架 没多久陈生就回了祭福家 但闹出了亮的丑闻 就连陈生他妈的不肯认他 最后又灰溜溜的回去找江以琛 而我则成了大家同情的对象 但好在公司里的人 都不知道我跟江以琛的事情 不然我怕是也会成为 同事们八卦的对象 但远离了他俩之后 我感觉就连空气都是甜的了 尤其是不被家里催婚之后 一心搞事业 收入都比以前涨出什么 简直不要太美好